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港版国安法将会交给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工作 那依照正常的程序三选的草案这一块将在八月通过 并且列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 而且是在当日就宣布实行不需要香港立法会同意 那回到二十一号晚上 中国两会在当晚的记者会上是吴玉井宣布说 会在两会期间审议这项港版国安法 那香港民众是听到这项消息说是相当的愤怒 他们为了反对这项法案呢 从二十四号开始就发起 发动了多起街头的抗议活动 那昨天也就是二十七号 还有更大规模的三霸活动 和警方发生了多起冲突 最后是有超过三百六十人被捕 那香港政府呢 在为了要推动这项港版国安法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政务司长张建宗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只有香港的恐怖分子和搞分裂的坏分子 才会遭到这项港版国安法的制裁 强调是香港有99.99%的民众是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他并没有解释该如何分辨恐怖分子和良好市民 那反对的学界意见认为说呢 这个草案中的条例 未来北京的公安和国安部门呢 可以是直接进入香港并且设立相关机构 可以说是直接插手香港的公共秩序言论自由和刑事司法 那香港的泛民派阵营呢 看法基本上也是相同 认为此法一过呢 会赋予北京当局任意干涉香港言论自由的权利 而就在表决投票前的前一天呢 这项草案还有不少的变动 那香港媒体报道说呢 其中一条禁止危害国安的行为 已经被修改成禁止危害国安的行为和活动 多了活动两个字 那学记者认为说呢 多了这个活动两个字 是赋予了中国官方可以任意对这个活动 作为他们自己的解释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 举例来讲 如果今天是有一个抗议的活动 民众如果只是经过那边的话 因为你可能参与了活动 所以你也可能被相关的警方 以相关罪名逮捕 那如今这项港版国安法已经通过了 那香港的民间会不会有更大的反应声 那我们还有需要观察 现场还给粉妹 感谢观看